2月1日,大年初一,已是央视主持人编册的妹妹在微博发文怀念已是家人。 她表示年轻时总喜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,时间久了才知道,最应该珍惜的是家人。 编册妹妹思思在微博中写道,久了发现,以前放假老喜欢跟朋友出去玩, 现在发现,以前不在乎的家人才是最应该珍惜的,等失去了才意识到亲人和睦越来越重要。 真希望未来的所有日子,家人都会陪在我身边,姥姥爷爷不会离开人世间,会多陪我待几个春节。 编册出生于1983年,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,2005年和杜海涛、吴欣等人一起参加湖南卫视举办的闪亮新主播比赛。 虽然冠亚军分别被如今有着很高人气的杜海涛和吴欣包揽, 烟册仅获得了第五名的成绩,但是凭借着扎实的主持基本功和个人能力, 烟册成功进入央视的电影频道,担任世界电影之旅资讯快车栏目的主持人, 烟册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,再加上他帅气的外形,更是圈粉无数, 还曾一度被称为是央视最帅男主持人,令人惋惜的是, 原本拥有大好前途的鞭策却在2015年6月9日坠楼身亡, 年仅32岁,而关于鞭策坠楼的具体原因,外界也有很多传言, 抛开鞭策的私生活,鞭策的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, 鞭策的妹妹就深受鞭策影响,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北漂, 妹妹的微博简介至今仍写着,为鞭策,为自己,为信仰, 妹妹经常会在微博发文,怀念哥哥鞭策,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,她一直从事着和哥哥鞭策一样的传媒影视工作, 去年她果断辞掉了工作,开始涉足电商直播带货行业, 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,直播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也遭到了质疑, 有网友就认为,她是利用了鞭策的资源, 去年12月中旬,她特意发文进行了澄清, 表示自己并没有利用过鞭策的任何资源和人脉, 还透露鞭策离世后,就像是人走茶凉,没有人会帮她。 感谢观看